你做得不好 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没有顾及到你在旁边 是我的问题 那我不开心 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很简单 就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我 比如说今天运动会的时候 就是感觉我们都是在 各干各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是 不管是我跟我自己的 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都会就是想和他一起做一些事情 就打乒乓球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你是不是在 蔑视我的实力 我一来你就随便打 你就在旁边很懈怠 因为他们把球往你们那边打 但你很厌战 就是你都没有再努力打了 心不在焉了他那会儿可能倒是 就比如说一些很简单的小事 就可能哪怕是平常我打游戏 也是一个一个道理 我跟朋友可能我都只是单拍 因为只要一和朋友打游戏 我的不可 我的胜负心就不可避免的 会被调动起来 是 这就是我今天很怕的事情 是 我就会想说 是不是你的胜负心 是 因为我 因为我 不管是大大小小事情 这种事情 可能我都会有一点点胜负心 就这种胜负心的情绪 真的有时候不好去掩盖 我只能说尽力控制我自己的话语 就不要说一些 在群体之下说出一些指责对方的话 就JUST的一个运动会 你也会有很强的胜负心吗 也会吗 也会 也会 我就没有什么胜负心 是 确实 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没有估计到你在旁边 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可能真的把这种 单纯享受的时间 看得太过于重要了 再加上我也希望说 我们一起玩 旧技能玩得开心 然后又能获得胜利 但是因为我的一些问题 可能也大家没有 我并不觉得你的问题是说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或者说你需要改 或者怎么样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你的这个行为容易让人误会 就是比如说我 那我就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就是 你表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会让人觉得你在 你在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不在乎是 不在乎是比赛还是 你不在乎是比赛还是 我又连 你不在乎是比赛还是 我不是 您不在乎人吗 我觉得文婷这点很好 它都说出来 对 这样男生下次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许老师 这件事情我知道 确实是我有点 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主要就是觉得 主要就是觉得你老婆来找我 没有别的 哇 这个好甜 你想 如果今天下午 我们当然玩特别好玩 但是能一起玩多好 对不起 确实是我没有顾及到说 真正重要的不是输赢 而是说朋友在一起玩